今天呢 我又要來買 殺一個人的機票啦 櫃台說 啊 殺一個人 再去土耳其啊 很急的大魔王 我們才剛到這邊要大魔王 我們今天變最辣的菜 小張覺得今天吃下哪個最滿意的 認真 每個都很滿意 因為我們剛剛他們那邊爭奪不朽的時候 我說不然猜拳嗎 我們兩個猜拳 我贏了之後我整個被子發了 大姐你就給我殺一個人的蛋 他要啥 我就要啥 哈囉大家好 我是卡拉 各位 你們看到後面這邊是哪邊呢 就是桃園機場 來到這個地方呢 我就是心裡 重重的吸了一口氣 今天呢 我們沒有要出國 我們今天要做另外一個企劃 也就是呢 大家一直一直 非常很愛看的企劃 今天呢 我又要來買 殺一個人的機票啦 那這一次呢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我們還有另外一位小夥伴 就是我們的小張 哈囉 妳是不是沒有參與過這個企劃 沒有 連買上一個人的東西都沒有參與 所以妳不知道那個未知的感覺對不對 我有看影片 我去幹嘛 那妳覺得咧 我覺得我很害怕 現在就是心想事成嘛 我現在希望等一下那個櫃台說 下一個人再去土耳其啊 蛤 不要啦 但是其實很開心 今天呢 主要其實是要討論 下個禮拜要去哪邊 我們等一下問完之後就準備一下 很緊急 下禮拜出發 好快 好吧 好 來 隨便選一個航空吧 這航空公司很不熟耶 阿聯酋可以嗎 我看到是不是有土耳其啊 我覺得就是大航空啦 好不好 就可能長榮或華航 或是好像這邊沒有新雨之類的 那就長榮吧 我們大家過得長榮 走走走走 現在呢 我們在排隊的路上 但是呢 其實這邊排隊的人潮有點多 所以我們也怕說會打擾到大家 就是大家執行工作的時間 我們決定直接抓等一下走出來的人 超棒玩的 好興趣啊 超興趣 我們現在就是要買上一個人的機票 因為那個 這邊可能比較忙 我要去成都 成都 成都的 去四川 對 你們真的要去嗎 對 你們真的要去嗎 很好玩 這邊很漂亮 有地方一定要去圖書館 如果考古遺址 如果你們對博物館有興趣的話 你是去幾天呢 去五天 喔 五天而已喔 工作感覺好像這樣 五天就夠了 但是行程就是很滿 所以主要是商務出財這樣子 商務人士 我們現在是商務人士啊 為了工作嗎 對 我們是商務人士 OK 大哥聲音很好聽 我現在只在在意 我們要去成都 我剛剛聽到成都 我有鬆一口氣 為什麼 我不是本來月底要去香港嗎 我辦了台包證 我沒有辦台包證的話 我們可能也去不了 因為來不及 哇 就是命運的安排嗎 大哥是不是也是命運的安排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出發去成都 哇 太酷了 各位 那現在是早上的八點鐘 好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我昨天在熬夜整理檔案 因為你知道 這次去四川 小說也要一個禮拜起跳 所以你知道台灣工作可能都沒有做完 昨天就一直在熬夜在弄工作 然後呢 等一下去機場 那我剛洗完澡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素顏的狀態 是不是 皮膚看起來很棒耶 所以雖然昨天熬夜 但是現在目前看起來浮況不錯 所以等一下就直接素顏去機場吧 各位 現在的時間呢 是 8月14號的早上 下午了啦 對耶 我們現在呢 終於要出發去成都了 這一次的買上一個人的旅行 就即將開始 這一集呢 就是全部都是買上一個人的東西 蛤真的假的 沒錯 對啊 我們現在要準備出發去我們的成都之旅囉 好緊張 我們現在呢 上一個人系列決定跟上一個人自己 這個也算是上一個人吧 這是完全不認識的人喔 什麼什麼現在在學什麼 傻子咧就是 傻子就是你啊 不是嗎 傻子就是什麼 娘娘 娘娘是什麼意思啊 娘娘就是喊的阿姨 阿姨就是娘娘的意思 娘娘特別可愛 好緊張 然後我們現在呢 已經到了我們這次住的地方 在泰谷裏這邊 喔 欸 不錯耶 很不錯耶 欸很大耶 還有一個沙發耶 好漂亮喔 好大喔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邊 好大喔 林側間做的是乾濕凳梨 其實蠻漂亮的耶 很漂亮 蠻漂亮是很漂亮 其實我必須說 行李箱不用擔心沒地方 我這次是訂這個 一個是大床房 然後我比較意外的是 它的窗戶是 比較小一個在旁邊 我也以為是 兩大片的那種 有點小可惜 但是其實我覺得 這一間的空間感還蠻大的 我們現在的時間是幾點呢 9點12分 已經9點12分 因為我們剛剛去 酒店放完行李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來買 我們上一個東西了 就是先吃我們的晚餐 因為畢竟我們來成都 還沒吃任何的飯 但是我查到一間 就是我覺得是 還蠻不錯的餐廳 叫做陽記龍府 這一間呢 是重慶菜啦 但是在成都這邊 有他們的旗艦店這樣子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看一下 在這邊 到底成都人都吃什麼東西 走 我想要點那個 下一個人點菜 他點啥就點啥 就上次做這個嗎 好 你看一下 但是它這個棉花菜品比較辣 有肉 辣生魚就辣嗎 是辣的一個菜品 我們嘗試看看吧 嘗試看看 你期待嗎 下一個人吃 他說是整間店最辣的菜 我覺得我喜歡吃 但是身體不確定能不能不餓得了 第一餐嘛 就交給四川了 好不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吃 這上一個人點的一個叫 白鳳糕 其實這瓜麵聞起來很香 但吃下去有一點酸醋感的味 很神奇的味道 麵貓本人應該是有酒釀的味道 那其實口感很像某種花桂 加一些酒釀進去 沾桂花麵 其實就跟我們吃的桂花酒釀湯圓 把湯圓翻成麵包 接下來吃看看他們這邊的甜品 班紗紅糖 湯圓 藝人好好吃喔 藝人你原本預期他的口感 就是咬下去軟軟的 可是他後來就不知道怎麼裹了一個東西 可能是分子料理的那種做法 藝人的經驗度比湯圓還要高 他那紅豆的顏色是長比較酷一點的 他很適合在這間店裡面出現 因為如果說等一下還有很辣的東西的話 他也當作一個解熱解辣的小冰 畢竟辣是痛絕 你必須有臉冰的東西來鎮靜一下 沒錯沒錯 接下來呢 上一個人還要店了他們的小椒土豆絲 他們這邊的份量都很多欸 對啊 很脆欸 很脆 口感其實很像粉質 然後那邊有加薑 有小椒 就是完全不辣 他們那個調料調的很厲害欸 但必須說 他們的菜都偏油 真的是蠻油的 你看他到處在第一 就比較適合四個人吃 太好吃了 好吃好吃 很急的大魔王 我們才剛到這邊要大魔王 這大概是我們三個裡的家庭 我是有吃過青蛙 因為之前在雲林什麼的 有吃過一次 但是這麼辣 而且他們說是這個店最辣的 欸? 吃青蛙好像沒那麼辣 而且我們兩個的鼻子都不錯啊 他的辣很多來自於那個 花椒麵的感覺 很辣 大家不要喝到不行 他真的有 我懂了在哪 對 很多花椒 可是他的麻感 沒有到一箱串上來 多十幾頭才會有 慢慢慢慢的 但辣是一下就很 好的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吃完了晚餐了 小張覺得今天吃下來哪個最滿意的 認真每個都很滿意 真的假的 真的 沒有踩雷 選一道女為一道 今天是最推薦的 最推薦的喔 就是要不是還是青蛙 我就會選青蛙這一道 其實整個調味都我覺得 台灣人應該不會有不可怕 所以我覺得這家算是蠻好吃的 上一個人也很會點 對啊 推薦給喜歡吃的朋友 一定要來吃吃看 好的各位 我們剛剛吃完了晚餐 然後因為旁邊呢 這一條其實就是 很多小餐小吃 那這邊呢 我們要來買上一個人 吃的可能是冷麵 或是煎餅果子 然後我看後面這家超多人在排隊的 我們就去買吧 接下來吃我們三個人買的這個 烤冷麵 然後這一份的話是12塊 上一個人吃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味道欸 但是我一直以為是那個煎餅果子 結果是烤冷麵 所以是烤冷麵現在是熱的 很像蛋餅 不是一般的 可能是粉漿 火條火條的感覺 吃了個有點寂寞欸 裡面主要都是一些調料 跟一些香料感 但是它真的有點太鹹 可能是湯位 每個湯位的調料加的不一樣 沒錯沒錯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已經晚上了 那等一下來睡覺 因為明天一整天 也都會買上一個人的東西 四川這邊 真的很熱 大家像是出國的時候 真的是很可能 你會因為天氣的變化 然後會影響到你的膚況 甚至會影響到明天 上妝會不完整 那這次呢 卡特就帶了我最近的愛用品 就是克蘭絲的雙雞翠精華 這一品呢 應該是他們家 鼎鼎有名的鎮店之寶 那這一罐呢 它很特別的地方呢 是它這一罐是 水油雙質地 那它每一下擠出來 都是水油2比1 為什麼是水油2比1呢 因為這克蘭絲發現 這個2比1是 最完美的親膚比例 它可以非常完整又快速的 讓保養品吸收到你的肌膚裡面 那我現在是剛洗完澡的狀態 所以我的臉就是還沒有保養 那我接下來就用這一罐 雙雞翠精翠來保養囉 那跟大家說一下 這一罐呢 是雙管的保鮮設計 不用說 擔心它會變質 它會非常非常的新鮮保存在裡面 這邊有兩個 一個是大滴 一個是小滴 就是可以依照你現在的需求 我這個次呢 是使用他們這個經典版啦 那經典版呢 它其實質地就是非常水潤好吸收 我覺得保濕能力也是非常的足夠 直接示範好不好 那這一罐呢 就是我真的覺得非常適合大家來做使用 如果你覺得你的肌膚不夠保濕的話 而且呢其實 沾黃的抗氧化力更勝於維他命C 那長久下來 其實我覺得整個臉是更有光澤 然後氣色也看起來更好 肌膚的細緻度啊 跟那個亮度啊 我覺得其實也都有維持喔 我們剛剛的精翠 快速用完了 接下來下一個呢 就是我另外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我們的彈簧霜 剛剛用完了霜雞翠的精華 再加上這個彈力霜 Oh my god 功效直接是1加1大於2 給大家看一下喔 它的質地 非常的清透 擦上去很快就可以吸收 夏天也不會有黏膩感 而且還可以快速的幫你的肌膚補水 它很貼心的是任何膚質都適用 對不管你吃什麼肌膚都可以很適合用這一罐喔 而且呢這一罐呢還可以做到3D三尾度 點線面 全方位的修護喔 讓你的肌膚啊可以看起來更蓬毯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先來準備來去睡覺 我們明天再繼續買上一個人的東西吧 晚安 各位早安 這位小姐已經一大早就起來化妝了 今天要開始我們第二天的 四川之旅囉 哈囉各位 我們現在呢已經剛好化完妝了 開啟我們今天的行程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個 IFS的國際金融中心 這邊呢真的超級無敵大 而且人好多喔 超多的人 然後這邊算是一個 如果來成都晚一定會來的 因為這邊其實滿 比較算是一個潮流聚集 對 而且很多那種奢侈品什麼的 大平台都在這邊 然後我們現在呢先去找個東西吃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就帶大家逛一下 OK 走吧 接下來呢買上一個人的 然後我們買上一個人的單這樣子好不好 我想要點就是那個 上一個人點的單 前兩個人第二個呢 是椰奶和椰子水 那就跟他們的一樣吧 OK 各位 我們現在拿到了我們這個 椰子的水 一個是椰奶 然後另外一個是椰子的水 一個是15塊 一個是24塊 好濃喔 它的椰子的水真的超級濃郁的耶 你知道你剛剛不是我拿椰水拿椰奶嗎 我一直很想跟你說 你可以跟我換嗎 台灣的好像少了那個 這一口的時候 之後會有一個 比較重的椰子味 喔 一個椰香感 然後椰奶就是椰奶 但是它是淡椰奶 不是那種 你是摩摩擦擦的農椰 對對對 椰水我不喜歡它入口的感覺 可是因為它這個椰水入口之後 慢慢冷下來 然後有一點味 對 就還不錯 我們現在呢 進來了有一間 就是烤魚專門的 叫做烤醬 剛好在這個 IFS的7樓樓上 我們點的上一個人的烤魚來了 我們先吃這個豆腐好了 它是有那種鐵盤的感覺 喔 很燙 然後它的豆腐啊 是這種非常非常寶貝的豆腐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 質量的質量 巨好吃 接下來呢 我們的大魔王來了 他們的烤魚真的是超級無敵大的 那個就是它的麻辣味 它的焦台 這種最經典最推薦的 感覺很辣 還好耶 我覺得它很像鹹豆漿 那個辣味好香 我看剛剛旁邊的人 都是要用這個小鏟子 把它先鏟成一片片 它的魚肉很彈 那種扎實的魚肉 好吃 這塊真的很有嚼勁耶 然後我們剛剛吃飽飯 決定來逛一下這一棟 我就看到 這邊叫我的愛牌 Roevee 而且呢它好像是Roevee 專門的香薰品牌 一般就有人在台灣 看到比較多這種香氛類的 就是只有在他們的專櫃裡面 沒想到這邊竟然有耶 那你覺得呢 我覺得非常的可愛 我覺得看藝人 看藝人嗎 因為他們的蠟燭其實貴有到上萬塊 三一個人買什麼就買什麼 好 好 再貴都會買齁 跟我屁事啊 我們想要買那個 就是上一個單的 欸 上一個人我買的 1190 我們剛剛買到了 謝謝 那個兩個銷售員啊 在為了爭奪這個事情 超好笑 因為是那個男生看到我們 然後我們跟他講話 他彈住我們 對 然後結果後來結帳是 女生的上一單 所以呢 這個業績 他們兩個在那邊想說 到底要怎麼分 還想說是喊的這個哥哥的單嗎 還是上一單這個姊姊的單呢 那邊最後呢 我們買了一個 他們的香水 原本以為是那種擴香之類的 結果呢是他們這個 自然之水濃香水這樣子 價格是920塊 蠻特別的一個體驗欸 只是說太好笑了 因為我們剛剛他們那邊 爭奪不休的時候 我說換猜拳嗎 我們兩個猜拳 我贏了之後 我整個被擠發了 這邊的人 真的講話都非常的直接 但是他們講話的方式 會讓你覺得說 有點小尷尬 好啦 接下來下一個行程吧 我們要來點 上一個人喝的飲料了 好像要點那個 就是上一個人的飲料 就跟他一樣就可以了 現在呢 來喝看看 上一個人的飲料 深淹抹茶 不加冰 所以他很溫 然後這個呢 茉莉白桃 欸我的這個還不錯欸 那還是得加冰才是好 這個茉莉味還蠻重的 有一個茶味 然後白桃也很香 我覺得有一點微微的香精感 可是我覺得是好喝的口感 我譬如說 喝這個你一定不會失望 但是我覺得他現在大概是90分 加冰應該會是110分 他其實是野奶味 他不是椰子味的這種味道 我看其實也不濃稠 也不會過淡 就是很適中 不會讓你覺得很密口 其實這盒杯都蠻好喝的欸 另外一個是柚子茶 我覺得柚子茶應該蠻鋪的 就是那種柚子冰茶的感覺 紅茶加柚子醬 所以就是你可以想像到 就是紅茶加柚子醬 當然紅茶不澀 柚子有點多到太甜 我覺得 森茵抹茶好好喝喔 而且蠻特色的 玻璃白桃也蠻不錯的 玻璃白桃也蠻好喝的 好的各位 然後我們現在不知不覺就晚上了 下一個呢 要買的店呢 就是熊貓店 不知道上一個人買什麼東西了 我們就來問問看 上一個人是買什麼熊貓的東西 最好是不是要給我買那個搖搖頭 那我們現在來問一下老闆娘 你好不好意思 我想要買的就是上一個單買的東西 是什麼東西 上一個人買的是一個包 一個包嗎 對159 是不是這個 對對對 那就跟他一樣 超級可愛的 可以吃晚餐了 我們今天終於要結束這個兩天的企劃了 接下來呢 我們來吃我們的上一個人的雞湯飯 這一間就是在那個 我們在太古裡的旁邊 有一個叫王春春的雞湯飯 上一個人是三個人 然後我們先來吃看看 應該這個是經典的雞湯飯 它這個好像是松茸 可是這是什麼松茸 什麼菇嗎 花菇 很簡單出包 一般的這種啊 吃起來比較偏清淡一點點 菇菌類的味道很重 我喜歡這個酸菜 配料有一個很像是那種 印玉米的東西 很像是那種豌豆啊 雞蛋 雞蛋 欸我覺得大家來可以吃看看這個 如果你是喜歡吃糖泡飯的朋友 可以吃吃看 而且我覺得酸菜的味道蠻重的 它帶一點微微的小辣 很像那種辣酸菜的 然後這個因為是三個單是三個人 所以他們還有點一個乾拌飯 拌到有點那種濕濕的感覺 你看 欸很好吃欸 你如果是喜歡那種 醬跟飯 混在一起的那種味 你一定會喜歡 不是那種粒粒分明的 可是它是那種有點 口口稠稠的薑汁 剛剛想到這一鍋 就是阿媽會煮的那種酸菜雞 就鹹菜雞啊 只是它比一般的台灣的鹹菜雞 多一個辣味 但其實味道是很厚重的 對阿 好吃的阿 把它吃個飯了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已經吃完晚餐了 欸很好吃欸對不對 超級好吃 這個湯飯真的很讚 如果你們是喜歡吃湯飯的朋友們 喜歡雞湯的朋友們 一定要來這邊吃吃看喔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是晚上的12點了 OMG 所以今天是我們的第一集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一集 全部都是買三個人的東西 然後再CPU 我需要轉一下 那你覺得你今天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什麼 這一次的旅行 買三個人的東西 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很多人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買三個人的單 跟死船人說話 你不能這樣子 大姐你就給我三個人的單 他要啥我就要啥 印象深刻的餐點或是店呢 來死船不吃火 活就吃烤魚 我覺得很好吃 我也覺得蠻好吃 然後我覺得 還有一點就是那個 我們在買香水 那個差點吵架 搶業績的部分 很好笑 就是我覺得四川這邊的 就是人文風情也不太一樣 因為跟我之前去上海 那種感覺 其實也是差蠻多的 這邊的人蠻紫爽的 重點是呢 這次還要帶著我的克蘭斯 一起來四川旅遊啦 小姐你給我回來喔 你去克蘭斯問說 我要買三個人的東西 他一定是拿這一罐 那你付錢嗎 我不付錢 但是有專屬的優惠嗎 是有試用包 可以讓大家來領取喔 卡這個優惠 不拿嗎 不拿白不拿的嗎 對啊 傻子啊 傻子 這樣呢 就是我們這次的卡將組合 那跟小江一起來 然後他是第一次來大陸這邊玩 這一次啊 除了在這邊玩 還會一連串的旅遊影片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記得追蹤我們家小江 然後繼續關注我的頻道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講完了 就下次講囉 這是什麼口音啊 啊就是 拜拜囉 拜拜囉 大家